大家好,公元1644年4月25日,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字建立的朝代结束了。 这个朝代的国号为大名,明朝一共有16位皇帝,已经276年。 最重要是明朝的第一位皇帝。故宫建立明朝的时候,综合拜访了30多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。 最后,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族主义。 明朝有很多宗教,举个例子日教、佛教和道教。 中国人平常觉得日教不是一个宗教,而是一个学派。 在那个时候,很多人重视宗教。佛教和道教是明朝最重要的宗教。 学道教的人认为住在很自然的地方,是自然才有自然想法最重要。 学佛教的人总是梦想和祈祷。 虽然大多中国人现在没有宗教,但是道教和佛教对他们的想法有很大影响。 在明朝,中国的文明社会很同意了。明的皇帝都是韩人,但是明朝受到一些新的思想。 在这个朝代,有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国人住了在中国。 他叫李玛德。李玛德为了给中国人找基督教的思想去了中国。 除了带基督教以外,他还叫很多思方技术、思想、地理术有什么的。 因为马力度很注意中国的文化,所以他要了跟中国人有好关系。 他想了同意中国文化和地主教。 在明朝,中国的艺术文书也发达了。 有的小秀开始有用了白话的中文。 明朝以前,书用了传统的中文。 老百姓这个中文懂得不会。 1592年,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书,这一写了。 这本书叫西游记,正在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故事。 两面牌一般是扣食心肺善于卫妆的人。 那么两面牌是怎样来的呢? 原朝某年,阮振和朱洋长领导的一军在黄河已被盛开了。 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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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老实在老百姓屈不看见,谁来了都要欢迎。 我要带忙当上天上风和娱乐的欢迎老人。 来得清花的野快。 不许可,一位欢迎欢迎欢迎生活节奏。 于是想出了一个一老永逸的文化。 用一块包包的舞蹈,一面牌子欢迎原真的抱紧阿明的保育。 另一面牌子欢迎一真的出事待遇回复中华的表育。 拿房来了,做饭区,欢迎拿房的保育 机上前有方便,但想不到这个方法后来进入月区等 旧员间的大厂场,允许旅准准快轻浮 经常将家家门口无览留下的木牌 上面是欢迎保护心理高兴 可是突然一阵华冈过来,木牌翻船 方面船是欢迎冠军的朋友 常有群治理之余,小浪将放射去两面牌的人慢慢挑战 现在唱说的两面牌就是从坏清幅,两面牌一样变,而来竖不住,这里面还有一顿血泪石 然后中途的嘴员